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将来讨论另外一个与反思紧密关系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为何要进行反思 反思的必要性在哪里 这也必然要联系到我们这一讲的最根本的那个标题 也就是时代的伦理危机 恰恰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危机 或者说我判断存在这样的危机 才是我们要进行反思的一个必要性的来源 当我们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 很多文学家、作家、思想家 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后现代 而所谓的后现代往往是非常难以捕捉它的特质的 人们又看到这个后现代实际上是碎片化的 琐碎的、庸俗的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时代 还存不存在所谓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这个词在德语和英语中都是zeitgeist 我们知道著名的哲学家Higer 他当年在耶拿城看到拿破仑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城市 他兴奋地记录下来 他把拿破仑称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象征 那么如果我们要来捕捉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根本性的 总体性的特征 似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个人 一个肉身来代表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我有一次来到城里面的一个名叫气味博物馆的地方 这个博物馆当中放着很多瓶瓶罐罐 在这些瓶瓶罐罐当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气味 香水 比如说有些瓶子上面贴的标签是普罗旺斯的夏天 有些瓶子上面放的是雨后的春泥 可以说都是非常有诗意的 非常让人引起联想的 可以产生某些具体意象的这样种味道 我半开玩笑地和那里的店员说 你们应该放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的标签就叫Zeitgeist 就是时代精神 那个店员问我 那么这个瓶子里应该是什么味道 我说你就放上美元的油墨 或者人民币油墨的味道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似乎我们这个时代印证了这样一句话 正所谓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那么是不是这样 对金钱利益的追求 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 也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由此韦伯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念 也即所谓伦理 因为在我们所要阅读的这本书当中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伦理是位于第一位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 但是有必要对伦理这个词进行一下说明的 就是ethic和我们通常用的ethics 伦理学存在一些蛮大的差异 很可能一不小心 你在word里面打下ethic 它的系统就会把它自动修正为ethics 这两者差别在什么地方 伦理学又会称为道德哲学 也就是对我们日常所用的伦理 寻找它的根基 分析它的最基本的论证 以及原则 这样一种学问 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伦理 恰恰是一般的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正在运用着 但是他可能恰恰对这些伦理 缺乏必要反思的这样一套规范 所以在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当中 他常常用一些词 作为伦理的敬意词和同意词 和它进行替换的交替的使用 比如说ethos这个词 或者说mentality 都代表了一个地区 一个人群特有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质 或者说又翻译成心智 心灵的心 智理的智 而在德语当中 还存在另外一个敬意词 它就是Leben's Fuhon 很长的一个词汇 实际上就是两部分 就是Leben加上Fuhon这个动词 结合在一起 然后对它进行名词化 其实有的翻译把它翻译为生活方式 或者说生活导引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翻成非常直白 朴实的 这个词代表就是过日子 也就是说在韦伯的意义上 在他谈论什么是伦理的时候 他谈论的是 对于一个人 你选择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 你选择一种怎样过日子的方式 这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人生当中根本的绕不过的问题 那么就像在我们这一周的总标题当中 所表述的那样 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一个整体性的 伦理性的危机 这样一种危机 首先表现在金融方面 我们知道在2009年 华尔街所爆发的这样一个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之后 获利的仅仅是华尔街 那些极少数的金融之狼 大金融家 他们为了获利的目的 设计了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 但是这样一个结果 金融海啸的结果 可能是要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来承担 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在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这种状况 也就是这么多人的命运 掌握在这么少人的手中 他所说的这种状况 实际上是指的 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 为了抵御纳粹的入侵 而拼死作战 这样一种判断 如果我们加以负面的运用 同样也适用于金融危机当中 在人类历史当中 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的命运 掌握在这么少人的手中 那些一小撮的 华尔金的金融资本家 他们的决定 他们对金钱的追逐 对名利的追逐 最后产生的结果 可能影响到很多素昧平生的人物 甚至是远在爪哇岛上的一个农民 可能是远在印度的 某个孟买城市当中的城市平民 他因为这个金融危机 而失去了自己的住房 这样一种对于金钱的追逐 这样一种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海啸 最终应该由谁来负责任 是金融家本身吗 是资本主义吗 对于这些问题 马克思韦伯都会在 《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当中给予他的回答 同样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碰到的食品危机的问题 也有类似的结构 或者说类似的逻辑 为什么在关乎婴儿的健康的 根本的这样一种 婴儿奶粉的产品当中 居然也有人敢于冒险 冒天下之大不韦来生产毒奶粉 仅仅是为了提高 奶粉中的蛋白质的含量 这背后包含那种怎样的心理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伦理 为什么有人要选择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也就是为了挣钱 而无所不为 无所顾忌 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生态危机 我选的这张图片 是来自于新华社 这张图片是非常有标准意义的 就是在一个北京的雾霾天当中 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一个LED屏 这个LED屏闪现的是 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的生活 蓝天白云 当我们谈论起空气污染 生态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都对它表示深恶痛绝 但是当我问起身边的一些同学朋友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 他们并不愿意实际上为这个生态问题的解决 做出一些个人生活的改变 他们出行还是开着车 车里面只坐了一个人 他们还是消耗了大量的能源 他们还是愿意用包装非常精美 包装过度的这些产品和礼品 这背后 我们在我们的每个人对理想的生态的这样一种愿景 以及我们实际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和张力 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可能在我们的客人当中也会有所设计 我想说的危机的最后一部分 可能是更表现为具有戏剧性和冲突性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 是高度分化的社会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依赖于另外一些职业群体 这些职业群体当中 很多人他们的职业的选择 他们对于职业的态度 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健康 这些职业群体就比如说像是教师 医生 法官 警察等等 我们可能平时感觉不到他们的重要性 但是一旦个人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 或者说患上某种疾病 这样一种人和人的相互依赖就凸显出来 换言之 当一个人选择从事这样的职业 当一个警察 法官或者医生的时候 如果他仅仅将这个职业 视为一种维持生活的一个手段的话 那么很可能产生背离这个职业目标本身的一些行为 这更可能会导致其他人的生命陷入危险 陷入不义之地 所以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很难来区分所谓的职业和生计这两者的关系 就像我刚才所说 很多人在从事他的职业的时候 其实是补物正业 或者说我们社会当中有一些人 仅仅仅将他的职业看作是一种维持他的生活的一种生计的手段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如果仅仅把他的职业看作生计手段 仅仅是用来挣一份体面的工资 维护他自己的生活水准和家人的温饱的话 那么在某些可能性情况下 有人给出更多的钱 有人给出更具有诱惑的条件 他就可能放弃这份职业 转投其他的目标 这是一种极端的状况 而且是每个人可能都面临这样一种窘迫的选择 那么有没有存在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情况 就像麦当劳的广告语所说的那样 I'm loving it 我就喜欢 也就是有没有人从事一份职业 他并不是仅仅为了仅仅满足自己的生计和温饱 而是他认为他本身对这些职业 有一身奉献和投入精神 他就是适合来从事这个职业 对于职业的问题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当中 也会作为一个核心的章节和观念 来加以讨论 所以在面对上述的这些时代的特征 或者说我所总结的伦理危机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无法回避 无法逃顿的 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难的问题 就是直面本心 非常诚实地来面对自己 来关照我们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 以及整个人类在这个时代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根本特征 那么我希望通过这个课程 通过对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的深度阅读 至少可以让大家初步来看到这些问题 并试图来给出自己的解答 感谢观看